昨天的时候收到一个花肉寄过来的迷你出类草 很多的花肉说 哎呦老阿姨这个花太贵了我也挺喜欢 我喜欢那种花花的叶子 您看看这个呢 也不贵啊 叫帝王万年轻 咱们家现在也有卖了 非常的粗壮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长得像竹子一样 关键点在于哪呢 这种带盆带土 你看这个根系 才给大家39块9啊 还包油 能快的花肉要抓紧时间过来了 那非常非常哇塞的一个叶子 这个养护起来就更加的简单了 大家可以看到长得是非常非常粗壮的那种 那咱们呢 首先要了解啊 它对于光照的要求 它不喜欢强光的曝晒 就是那种 感觉起来就是那种很温暖的闪色光 是完全可以晒一晒的 浇水啊 大家一定要等干了再浇水 不干不浇水 它本身呢 生长力是很旺盛的 大家就知道 哎把手都扣进来抹一抹 摸着潮糊糊的就先不浇 你摸着干了 这样的盆土清了 看着叶片有点蔫了 要浇变透水 给它浇足了 好吧 这个帝王万年轻的用土呢 大家尽量的选择那种营养土 就是咱们家有卖啊 那种通用的泥炭也可以 他们这个用到的松针 掺的一些叶康 大家可以看到根系是比较强壮的 有的话说 问换不换盆啊 这那那那的 大家就可以打开看啊 这种像根系长满的时候 就要换盆了 根系没长满就可以过点时间再换 用土的话也可以啊 咱们就直接给大家上手演示了 咱们入盆入土啊 就非常的简单了 就找个比这大一号的盆 底下加点土 有肥的话就放点肥 这个就不用太多了 然后呢 再淀入一层底土 避免有根系的直接 好 放上 加土 换盆 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循序渐进的来 你等到 这个 这个根系长满了 就再换一个再大一号的 根系长满了 再换一个大一号的 这样就比较好了 很多的话就喜欢换那种很大很大的盆 想着一次到 一步到位 你一步能到位吗 对吧 肯定以后还得换 再说了 大盆的一个干湿循环 跟这个排水透气 它跟不上 它对于这个养护来说呢 这就差那么点意思 所以这话我们 再换盆换土这一块呢 千万不要嫌麻烦 千万不要嫌麻烦 千万不要想着省事 好吧 就循序渐进的来 要不然你看很多养花大神家里边 都有大大小小的盆 有各种各样的呢 随手摸起来就用了 对啊 它是循序渐进的来 各种形状就得有 而一些新手花友养花的时候 它总是嫌烦着 一次性就换个那种 这么大的盆里边 你恨不得这么给它种上 它不是说不行 你长到这么大的 猴年马月 你先用个小的 这样还能美观 对吧 换大盆不是说不行 是建议新手 我们花友们 你多尝试多去搞一些种植的乐趣 就可以了 好了 这样化完盆以后呢 正常的还是等干了就焦 不干不焦 非常皮是好养的一个花 也非常的旺帅 这个就不能过冬了 适合大家在室内养护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 可以来我直播间 每天早上十点半 好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人一 小期再见 不见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